陈小春一脚踢飞儿子的饭碗 却让他在内鱼的身价翻了好几倍 在某期爸爸去哪儿中 节目组让小朋友们往破掉的水缸里装满花生米 目的就是考察孩子们的应变能力 其他小朋友都是想尽办法完成任务 可轮到Jasper时 一旁的萱萱正在努力堵住水缸上的洞 可Jasper却在一帮摆弄摄像机 丝毫没有想要帮忙的意思 看到这一幕的陈小春彻底木了 然而让他更生气的还在后面 Jasper求助无果后 不仅在房间内大喊大叫 还把手里的道具给砸坏了 看到Jasper的处理方式 陈小春再也坐不住了 连视频都没看完就起身离开 当Jasper高高兴兴地把早餐拿回去时 陈小春早就等候多时 看到Jasper的第一件事就是质问他 你现在出门去哪里 吃早饭呢 吃早饭而已 没任务没什么东西吧 什么任务没做 或许是出于害怕 Jasper对刚才做任务的事情绝口不提 不管陈小春如何逼问 他也不回答 原本就对Jasper做任务时表现不满的陈小春 在看到儿子撒谎后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直接一脚踢飞了Jasper拿回来的早餐 看到这一幕的Jasper瞬间委屈地哭了 随后陈小春耐心地教育他 小孩子是不能说谎的 直到Jasper亲口承认错误后 心疼不已的陈小春 这才将儿子抱在怀里 看到Jasper一直盯着那碗早饭 于心不忍的陈小春特意问节目组 又要了一份早餐 Jasper这才终于露出笑容 节目播出后 网友纷纷为陈小春的教育方式点赞 而他在内鱼的身价也涨了好几倍